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 今天呢 又要來開箱啦 今天要開的內容呢 就是泡麵 那為什麼要開箱泡麵呢 是因為我今天才剛從韓國回來 再回來之前呢 我有去他們樂天超市買了一些 當地人推薦的泡麵 那我先簡單介紹我為什麼會拿這幾包好了 第一個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片 旁邊有兩個鵝啊 還有 魷魚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因為像我個人就是非常喜歡吃海鮮 所以 看到這個時候 我就正話不說就想要買 而且還有一點是我會想要買的原因是因為 它這一個啊 看起來是沒有辣的啦 因為像我這次去韓國去的五天 幾乎每一道料理都是有辣的 我大概好像只有吃人生雞不是辣的吧 其他全部都是辣的 所以呢 就看到這個 欸不是辣的耶 就覺得 好像可以買 那味道怎麼樣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再吃給大家看 第二個是 這個 這個也看起來超級無敵好吃的 大家看一下它的圖片有螃蟹 有海瓜子 感覺是超棒的耶 我剛剛就說我超喜歡吃海鮮的 結果又有這個 這個是我去逛樂天超市的時候啊 他們就有那個市區的來給我試吃 然後我吃下去就覺得說 哇靠 這也太香了吧 是真的有螃蟹的味道 所以我二話不說我就直接就拿了一袋 就是這一袋啦 那它其實也沒有很貴啦 好像是 三千六百韓元的樣子啦 總共有五包 第三個是這一個 還是海鮮 這個海鮮呢 是蝦子配海瓜子 這個是螃蟹配海瓜子 看起來都很好吃 然後這個又更便宜的 本來沒有要拿這個的 可是它賣超便宜的 它只要兩千六百韓元而已 總共也是五包 重點是它還送我一個炸醬麵 超級便宜的 立馬就把它買下來了 最後一個呢 是這一個 看起來一樣就是海鮮麵 但是它這個海鮮就是有加一些菇類啊 等等的 那為什麼會買這個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在韓國已經吃了太多餐辣的 然後依然它已經吃到不想再吃辣了 所以它就覺得說 這個泡麵不是辣的可以買 所以我們就把它買下來 然後它是六八好像三千多韓元吧 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等一下我會一包一包的泡 然後跟大家講說 這個口味怎麼樣 那個口味怎麼樣 我想要把辣的留到最後吃 因為如果我先吃辣的話 等一下我怕那個味道會跑掉 所以我先吃這一個 然後蝦辣的 那我們開始煮吧 第一個已經泡好了 我們先來吃吃第一種吧 聞起來有一種炭烤的香味 是我很喜歡的麵條 它麵條很Q欸 我目前還是沒有很明顯的吃到 它有那個蚵辣的味道 喝喝看湯說不定會有 它的湯也是有點微辣的 本來想說買這道它不辣 OK 我已經試吃了好幾口 但是我還是吃不出有蚵辣的味道 但我個人還蠻喜歡它的味道的 有點像是海鮮麵 但是還有一個炭烤的味道 又比一般的海鮮泡麵還要來的好吃 不管是它的麵條啊還是湯頭啊 我都蠻喜歡的 所以這一碗我個人如果買分10分的話 我會給它8分吧 就以這個8分做一個基準來評企它後面的 好 那我們下面一樣 第二碗我們來泡這一個海鮮麵 剛剛那一碗有點黑胡椒的那種辣 這個感覺是蠻蔬菜的感覺 雖然它的湯頭看起來也是紅紅的 但應該不會辣吧 我來泡泡看 好可愛齁 大家看這個袋子有這個碗熊 然後它蔬菜包著這個魚板是這個碗熊欸 這麼可愛的東西會不會就不好吃啊 我們第二碗怕好了 這個麵體呢感覺是比較粗的 有點像是鍋燒液麵的那一種麵 然後它的顏色看起來是 應該是不會辣的 海苔味非常非常的香 真的還蠻像鍋燒液麵的那種麵體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這種麵體啊 因為它是粗麵 我比較喜歡細麵的那一種 他們頭就比較像是一般的海鮮麵 除了它這個魚板很可愛 然後海帶味比較濃一點之外 我覺得它就是很一般的海鮮麵 跟剛剛那個比起來 剛剛那個就是非常好吃 這個就比較一般 這個呢我只會給7份 但是如果喜歡吃這種麵體的人 可能會給它蠻高分的啦 個人純粹只是因為我補愛這一種麵 雖然它其實那個海帶的味道也是蠻香的 好 我們再泡下一包 第三個我們要開始吃這一個 螃蟹跟海瓜籽口味的這一個 這個我是在他們的熱情超市有試試過 但是只有吃一小口 我個人是覺得很棒的 我必須說他們的泡麵都非常非常的大分 直接把我的碗也佔滿了 那我們第三碗泡麵已經泡好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顏色是非常非常的紅 所以它應該是非常非常的辣 如果大家不吃辣的人 其實它旁邊有一個辣包是可以不用加的 因為它那個感覺是真的非常的辣 因為今天是開箱嘛 所以我想說試它本身泡麵的味道 所以我剛剛的辣包是全部都加了 然後給大家另外一個建議是 這個麵建議是用煮的啦 因為泡的其實它真的還蠻不容易熟的 所以我剛剛又拿去微波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這個螃蟹海瓜汁吧 它麵條有點像是蒸煮麵的那種麵條 它那個麵條上面會沾附著它那個湯汁 它湯汁是有點螃蟹的味道 我來喝喝看它的湯 有點辣 它整個湯頭其實都是螃蟹的味道 是沒有海瓜汁的味道 但是它螃蟹味道是還蠻濃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那一樣又剛剛第一碗的八分的基準 作為比較的話 我覺得這一碗會比第一碗還要好吃一點點 所以我個人是給它八分一點 那我們在下面一樣 到了我們的最後一樣啦 我們一樣最後把它打開了吧 這一碗的顏色一樣還蠻紅的 但是感覺沒有第一碗這麼的紅 所以這一碗應該是沒有這麼的辣 那一樣我們來試試看它的麵條吧 它麵條跟第一碗那個蚵仔的麵條是一樣的 這是Q的 那一樣我們來喝喝看它的湯 它的湯有點像是剛剛螃蟹的那一個 一樣是海鮮味非常的濃 感覺上就是海鮮味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這一碗我也覺得還不錯吃 而且我蠻喜歡它的麵條的 所以呢這一碗我會給它八分 跟第一碗一樣 好以上就是我這次韓國泡麵的開箱啦 來跟大家做一個總結好了 個人是覺得這四包泡麵啊 除了剛剛第二包是比較普通 有點像是一般的鮮香麵之外 其他三包我都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還蠻值得吃的 其實我覺得它們三個有點並駕齊虛的感覺啦 但是我可能螃蟹這個我會給它八點五分 是因為它多那個0.5分就是多那個螃蟹的味道 是真的有螃蟹的味道喔 不是說它的圖片畫畫而已 因為其實我知道有很多泡麵的包裝都是圖片畫畫 但裡面就沒有那個味道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還蠻好吃的 但是我還是建議說其實這四包都比較適合用煮的啦 用煮的其實會更好吃 可能我覺得maybe會給到九分甚至十分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韓國的話 都可以買一些這類型的泡麵來吃這樣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就在小方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分享給你愛吃泡麵的朋友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頻道呢 記得按下訂閱加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